中文字幕志愿者 给他再找休息的时间 王子齐 莫尔特里 孙思瑶 横一峰和曹菲 这是同期的场上五人 孙思瑶的三分没有 古泽宇精心 托托罗维奇 何思雨 何时得帅 下半场天津的先发 空间比较小 托托维奇给到篮下 时得帅 很轻松的得分 这个处理不错 因为同系也把他作为重点防守 肯定他拿球 助力都集中他在身上 所以队友一定会有机会 时得帅打到现在九中五 还不错的 希瑶借一个掩护出来拿到球 莫尔特里上来再给挂一下 卡维托 左手的上来 没有打成莫尔特里 进攻板 够背的啊 今天南下两个球都没有 对 何思雨再给回来 还是利用掩护 西冷 对 拜拜 安曼球再拿下来 外围的墙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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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强啊 天津啊 以往的数据啊 嗯 我们说三分找证据啊 三分他是出手数 排名第四 嗯 命中数 排名第十三 那命中率非常糟糕啊 这 每场就 命中九点三个 嗯嗯 命中率百分之三至一点九 命中率是 是比较差一点 但他有几个球员 应该还算是 命中还是可以的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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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拿球 嗯 喝四语 百分之三十五点八 那说得过去啊 对 哎 哎 哦 好啊 这边莫尔特里 又被一次犯规啊 林亭谦也是三十五点八 对 林亭谦的三分其实相当准的 但是就是两个底角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不准 嗯 零零千 现在再次上场 铜续这边换下了王子齐 对 金星三十五点一 都是三十五多点 对 三十五就不错了 田野差点 嗯 田野投的也少 对 对 兔特里奇只要在场上 那天津的进攻就不会特别差 嗯 能够咬得住 哎 哎 想传一个 对 兔特里奇的勾手差点一点 肯定很明确 现在是 我是主攻点 对 陈金现在打得太明确了 就太早就把球给兔特里维奇了 嗯 你说把他做一个终结点 或者说让他去洋公做牵制也都可以 对吧 会不会这样的剧本 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到比分差不多很紧张的关键时候 肯定投中两三分 哈哈 比赛结束 那就是好兵法 然后吸着关键手老队员绝上 现在呢 天津是换下了扣特里维奇 然后让刘伟上来 金星这球丢了之后抢得太凶了 对吸热犯规 天津的这个时候也是要给外园 难道多努力奇又休息吗 上位次数多吗 给他休息的时间 那现在 第四节剩下9分钟可能歇个3-4分钟 你就让他坚持吧 让他坚持大伙吧 肯定还是要看看场上的情况 比方说摩尔特里这边怎么样 打刘伟 这球怎么吹啊 摩尔特里手上好像是有一点动作的 所以刘伟也是在跟裁判交流 拉人 最后是拉了石德帅 这确实是一个犯规 摩尔特里这球第五次个人犯规了 就故意拉人 对 两个一致 关键是一会儿他防守的时候就不大敢做动作了 还有9分钟啊 午饭 罚球确实不好 购护 équ边 到了 天津现在只差2分 备会的对方的联防这边刘伟 露过去这林津谦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阿尔特里面对对方的联防这边刘伟 东西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像谷泽玉面对对方连防的时候想突破也比较吃力 谭一锋 他防守还是比较硬的 谭一锋这招也是江苏的球尾 转会的问题上也有点耽误了他两个赛季 西热在第一位 刘伟过来补防 补得不错 前面个人单打动作也不错 老队员刘伟还是有经验 刘伟过来一看 你看 这完全不是他的事 但是意识 西热确实有优势 所以刘伟也关注到了队友这边的问题 天津 机会来了 天津 从西这边退防还是比较快的 第一时间没有给篮下 要重新组织 清新再给到十多帅 转过来有机会 三分第一个 总算来了 对 你看一有三分你就反招 对 而且进了三分之后 洪西还敢不敢那么坚决的联防 而且进攻单 我有了三分有 我就进攻的人信心更足了 对 横一峰还是把球给到莫尔特里 莫尔特里要强攻 打刘伟 这边协方已经过来了 石头帅 两人夹到了莫尔特里 胡泽玉 这球看起来脱手了 哎 进攻犯规 没收住 就看到天津教练换下了 祖宫的大外援是对的 对 我一个让他休息 因为我也 我的外线球员也得逼一下 被迫的盘活了 被迫的住手 对 原本其实过了半场 他们就一直在找托特里维奇了 现在就是我球没出去 没得分 我只能自己来干了 进入到了暂停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本场比赛的最佳时刻 看一下 这个最佳时刻 是在下半场比赛 刚开始 同系这边传球的失误 然后挨了反击 古泽玉完成了一个上篮的得手 也就是凭借这样的防守反击 在刚刚那球之后 古泽玉又直接断掉了一个 连续两个反击 那天津这边呢 就感觉有气势上来了 所以第三届他们的追分效率 或者说追分的势头 还是比较猛的 这确实是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保持下半是开始的 保守的认真的带的 嗯 然后进攻 你继续要发挥 对 刘伟现在防守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除了刚刚说补防过来 冒了吸热的那一个 那包括他一个人去顶莫尔特里 其实顶的效果也不错 篮板球 对 是对方的前场篮板 没有像上半是那么猖狂 对对对 猖狂 这也就让波多罗一起能够歇得更舒服一点 哇全场的防守小心啊 注意时间 啊球还是运了过来 手上有动作 紧箍反归 紧逼又成功啊 对 是你任何球队 你只要重视防守 对 你都会有收获 你看一下 哇这个球这推的太明显了 这个攻紧逼的冒头里 你要到中场测验一下 你来接下球 对对对 是吗 看一下贝希洛维希怎么办 贝希洛维希身后是霍南 同戏的总经理 刘伟 接应一下 攻联方是擦脚 哦 石头帅 打莫尔特里 打莫尔特里不敢动了 对对对 午饭啊 石头帅也是拼得非常凶啊 动作非常大 还是全场的防守 加击一下 女生东这边接应 哎 我没看到他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刘伟就倒在地上了 老多元自己滑倒 一分的差距 刚才有个细节 顺便说一下规则 刚才底线球 开始是莫尔特里要去发的 结果他把球扔下 他不发 因为对方紧闭 他发球不利 但是有个细节 你不发球 球扔下来 西尔利加来发球 这个五秒 应该是开始计算 从莫尔特里那个时候开始计算 应该开始计算 刚才裁判输过了 才没问题 裁判是从西尔利加拿球再开始计算 明白 是吧 那就被西尔利加被的同系机会了 就多给了几秒了 多给了几秒了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候天津突然的防守变化 给同系蛮大压力的 当然你底线球换人发球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你球放下一组 或者说还有一种底线球 就是西尔利加 你马上到底线 我持球人也在底线 在界外 我传给西尔利加 我进来 也可以的 但是前提是 你发球人你在界外 西尔利加 接球人 你马上要很干净的到了界外 再接球 明白 明白 但是时间也是算的 确实是细节 我注意不到 天津 现在换上了托托洛维奇 好了 现在可以 是不是一个 你内线有一个强力的进攻点 对 然后你内外能够结合得好 里外都快花的话 那么给同系会有麻烦 是 石头帅面对李生东 当然 对同系来说也是里外了 是 是吧 开下托托洛维奇 打莫尔特里 莫尔特里这时候不敢做动作 防下来 看他们进攻怎么来处理 现在莫尔特里 现在对方是 你莫尔特里两下进攻 你对方是加击的 对 加击情况 你球要回得快 其实还是拿到球 还是挂一个掩护 三分 打板得手 这个有点运气 应该不是想投打板 但是运气不运气不管 进球就是好球 这个球是干扰球吧 要看一下 挑战 先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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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 对 我们要看你不就浪费掉 被周二维奇的是暂停吗 对 别看了 别看了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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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的比较凶 熄热 再转过来 彭一锋这边出机会 三分线外的犯规 扑得太凶了 天津紧闭的同系暴露的问题就是 外面缺少一个控球的人 外线 你有好一点的控球后卫 你把熄热解放 熄热进攻可以发挥得更好 对 现在熄热他不是专职的控球后卫 熄热原本更多就打2号位 2号位 现在被打 对 刚刚这球是让乔文汉和横一锋两人在后场 熄热先去前场 三次罚球的机会 横一锋今天4中2拿了4分 还有两个抢断 横一锋也是得分后卫 二三号卫 二三号卫 对 三号卫他也是很大 小正好卫 对 三号卫他也是很大 小正好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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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发没有李生东 拼到篮板之后 踩出节外 可惜了 篮板是相当积极 今天两次就是两边都有一个踩线 但是从回放来看好像都差了一点没踩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 人家裁判第一时间肯定会有一点误判了 反共底线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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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个儿给大个儿底线的横向的掩护 有点凿 交叉也会有点 你看 哇 这个掩护也会有点 太凶了 节线时间剩的不多 3.9秒 我要抽点了 掩护没吃了 直接给到拖多罗维奇 篮下的勾手也没有 篮板球漏掉了 古泽玉非常轻松的 七十六平 这几次进攻都没有打成了 对 七十六的三分没有 李晨东篮板球拼过来 找到了西热 李晨东打石头帅其实是一个错位 这边乔文汉面对杰西 突破的上篮 杰西也是偏内线的一个球员 托斯宇说来拿球 再找到葡萄罗维奇 确实因为摩尔特里不敢做动作了 所以你前面两次进攻 这个决东入围起 他错误太快 对方不敢动了 你稳稳地把球放进去 对对对 不要造体 李晨东的中距离没有之后 看看金鑫这球 你看你看 对 你看力 那么的打 嗯嗯 提示防守 托斯宇已经拿了30分了 对了 现在你看 曼森尾上了 嗯 两边都换人 天津上田野 对 培许罗维奇一看见对方现在重点是打 抖头肉维奇 我马上把 能扛的 对 换一个人 也有可能我防守进攻 再看 换人多一点了 一会儿 哎 现在好战 你看 这个很关键 外线有人得分了 我就不指望内线 那个莫尔特里的 是吧 对对对 那么我在防守段 我也可以用别人来顶 抖头肉维奇 何思宇这边还是没有 篮板球拼过来 但是 田野在给他接心 何思宇在圈顶 第二个三分 但是现在万森尾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篮板球 对 他后抢篮板不好 他很认真的把自己人顶住 嗯 他再去抢 没事 兼顾不了 强温汉面对何思宇 喜乐进去之后 再分 横一锋在底角 三分也有 这个很好 这个不辜负这个齐人力将的期望 对 两个人来加他了 两个人加他 突破过了 再一个补 再给横一锋 你这球你一定要减 嗯 十多帅 面对万射伟 这球要丢 强温汉拿球 一边是黎盛东 哎 自己没有用刀 自己没有用刀 刚刚何思宇的三分 那横一锋马上还一个 这就对上了 但童西确实刚刚那个反击没有打成啊 有点可惜啊 来 来 来 托多罗维奇 又在拿球 虚晃一下之后 有鞋防过来 再分又一个 所以天津只是一开始 没劲而已 现在开始了 这都是我写的剧本吗 对 又进入到了暂停的时间 球方在最后时刻还要调整一下 托多罗维奇呢 吸引了对方的夹击之后 再给队友去创造机会 内外有了衔接 这是天津一直希望做到的 打到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 那对于被刷来讲的话呢 现在不管怎么样 他是有吸热来坐镇这个球场当中的 所以哪怕有强攻啊等等 他的选择肯定会稍微多一些 对 关键时候呢就是看老队员 对 看重点队员 最后肯定会有一些具体的布置了 再看啊 就是刚刚托多罗维奇 进攻的发起点就是在他这边 一点没问题 因为莫尔特里一点都不感动 对 对 对对对 而且呢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得分的对比啊 特多罗维奇30分 西热拿了25分 水的帅17分 然后另一边的莫尔特里拿了21分 这都是发挥比较好的球员 外园和本土球员都有非常好的发挥 这就是曹菲 秀了一枪 等万胜伟 托多罗维奇 出来延误 夹到 给万胜伟再敲回来 时间还有 好 乔温汉 挨帽了 时间不多了 因为最后没有碰框嘛 防得很好 关键时候才拿出这个防守来 对 这不是不能防 而是关键时刻在防 我前面我不想防 对 托多罗维奇这一下是立了大功的 一开始西热那边被延误了一下 出不了机会 被迫的传球 最后的封盖 完全是把对方的时间耗完了 还是托多罗维奇这边空间拉得比较开 面对万胜伟 吹的是托多罗维奇的犯规 万胜伟犯规 有走 然后现在换人就一到进攻的时候 必须我先马上换上莫尔特里 对 一到防守 我马上把它换起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但我换身我也 是 是 你看 现在你看莫尔特里上了 对 防得很好 天青 又是一个失误 对 对 对 这边 现在两队的失误差只有三个了 稍微压压时间 因为天青现在领先着两分 有节奏的变化 天野 防守拳被缓开了 以为会传 你防天野 你防突破 对 是吧 刚才您介绍 12点几 对 所以我们说上半是整体的问题 下半是局部的问题 对 领先来到了两个球 谁也没想到 对 曾经22分的领先 在赛前 那其实两支球队 我们觉得 其实是可以打 但是上半场比赛 拉开22分的时候 都觉得同期的比赛 拿下应该比较轻松了 但下半是很精彩 对对对 真的打得很好 双方都是 我们这个肯定有内容 内容很丰富 对对对 教练的换人 主攻点 防守的变化 速度的变化 节奏的变化 都很好 对 但是对于同期来讲的话 他的应对 在下半场比赛 有点慢 当然这不是能力的问题 有可能是觉得 自己在实力上更胜一筹吧 所以他的 包括说全场紧逼啊等等 在上半场比赛 非常好用的武器 下半场突然就消失了 然后呢 也因为摩尔特林五四的 个人反归 所以在防守 霍德罗维奇这一点上 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考验天津的防守 这个考验同期的时候 对 镜头对准吸热 天津也是的 对吧 这球肯定西洛多少会参与一些吧 那如果按照最稳定的方式来说的话 肯定是西洛拿球和摩尔特里打掩护的配合了 时间剩下最后的38.9秒 黄一松 从心态来说 天津会更好一点 对 从落后队上的时候 现在起势了 嗯 还是给到了 西洛拿球 墙投三分 没有篮板球 被托德罗维奇保护下来 先防下 注意时间啊 哎空了 空了 篮下没有人保护 现在 现在要抢攻一个 那没了 最后着急啊 天津这场比赛 确实厉害 但确实像您在中场说的那样 还是防守端 现在防守端下足了功夫 那进攻就突然变得简单了一些 天津球稳 再交一个暂停 这个赛季的第二场胜利啊 就在眼前了 不发火的教练 还是赢了 对 不用发火 这能说明很多问题啊 对 哈哈哈 因为在第一阶段 大家可以听到教练原声嘛 嗯 所以在我场下可能对教练的讨论比较多 然后大家发现教练其实妙元珠啊 或者说有的气性比较大一点 但是像刘铁指导这样的 他就是那种比较温和 你如果摆脱不了 拿后场发球上 我用 我用 我用语言 我鼓励你 对对对对 当你比赛的情况又好 好转的时候 你情绪自然而然会高 对 会起来 没有 另一个这样的主教练 就是深圳的秋彪 他也非常恶和 就跟你慢慢地说 慢慢地说 当然我们这话不能说太早 天津还是要保护一下胜利果实 应该现在是 比较稳了 比较稳了 自己不失误就可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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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支持你,同修 新疆要 新疆要 看实际上脱口而出新疆 童夕 童夕 童夕要犯规 对 哎球发出来了 哎 犯规没有犯到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不犯还是 对 天津这边就尽量延误你的进攻了 再投三分 再投一个 也来不及了 你前面你犯规让对方罚球 我再拨三分 好了 那这样的话时间走完 最后天津先行者92比84 在第一阶段输给了同期的情况下 这一阶段完成复仇 第二阶段是一个开门红 而且这比赛的过程在上半场被拉开22分的情况下 现在完成了一个反超市的胜利 相当的难得